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普丽莎 我是Ethan 最近我看到两条新闻 我觉得这两条新闻还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价值还有意义 因为这两条新闻让基督徒一看 基本上就是马上爆发的那种新闻你知道吗 是 马上就会说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他们可以这样做 但其实在这两个新闻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说 我的观点基本上来讲 应该去的观点好像大概有一些不一样 所以今天邀请你来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就是你对这两个新闻到底有什么看法 我还没有看过这两个新闻吗 没看过最好 那你现在就跟大家一起听 好 第一个新闻 我们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 在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城市叫做Richmond 然后在Richmond又有一家饭店 最近这家饭店出事了 成为所有基本上基督徒和保守派抨击的对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家饭店 他们拒绝了一个保守派基督徒的组织 在这里用餐的请求 这个基督徒保守派的组织是干嘛的呢 他们叫做家庭基金会 那他们家庭基金会呢 主要就是关注像这个家庭的这种基本的价值观呢 然后他们也会去宣传传统婚姻的价值 就是一男一女的这种婚姻 以及保护生命的权利 那这些人呢都是保守派的基督徒 那他们呢晚上有一个聚会 上个礼拜三晚上他们就给这饭店打电话 就说哎我们希望呢能够在什么什么时间 在你们这儿这个晚上七点钟到几点几点 我们有多少人在你们这儿用餐 可不可以给我们预留一个座位 然后我们是谁谁谁 然后呢这个员工一听就说好 那我就帮你预约座位 结果呢就在开这个活动当天呢 大概九十分钟之前吧 哎他们这个组织呢 这个保守派救赎组组织呢就接到一个电话 说不好意思你今天定的位子 我们已经给你取消了 说为啥取消了呢 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呢 这饭店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个人 他看到这个组织要来订餐 他就去查了一下这个组织是什么 结果呢就发现哦 原来这个组织居然是一帮保守派的基督徒 居然宣传传统的婚姻价值观 还有生命权 于是呢这些服务员就炸锅了 他们就说我们拒绝为这样的机构服务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支持LGBTQ的 那这件事呢 这服务员就告诉了老板 老板一听 我员工们说的对呀 因为这老板也支持LGBTQ 在他们的眼里哈 他们是觉得这些人呢 是剥夺了所有比如说爱情的权利 还有人追求幸福的权利 就是把保守派的基督徒当成是一群坏人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拒绝这样的坏人 来我们的餐厅用餐 那周四晚上呢 这个餐厅在Instagram上面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就说我们这个饭店呢 其实一直都是为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包容性的环境 我们也很自豪 那在我们开饭店这个八年的期间呢 我们其实很少拒绝很多人来我们这里来吃饭的人 但是我们居然发现这个团体呢 他们是试图剥夺弗吉尼亚州妇女 还有LGBTQ的人的基本人权的这样一个政治组织 所以我们拒绝像这样的团体来提供服务 后面他又说到说因为我们很多员工呢 都是女性 然后还有LGBTQ的成员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员工都是有权利 而且应该得到尊严的人 所以我们这里呢 拒绝这样的团体来到我们这里用餐 好 这样一个新闻 看完了 你有个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去那边用餐 就是如果说那个地方已经挂着就是彩虹旗 然后一堆奇奇怪怪的人在那个地方 如果他们就是 或许他们还没有办任何活动吧 就是什么 如果Drag Queen Story Hour在那个地方的话 基督徒干嘛要去那个地方用餐 对 或许我觉得他们订餐的时候 他们可能不知道 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出来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基督徒的团体是否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这条新闻出来的各大报纸都有报 然后这个像很多右派的新闻的媒体平台也都有报 那基本上他们是认为说基督徒的团体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但是我们现在就在这里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你认为基督徒的团体在这件事上 有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饭店这样做是对的吗 是合法的吗 请你把你的答案写在下面 对 大家对这个事的想法还有思考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可以先停下来 然后把你们的答案打在下面留言区里 因为这个新闻我看完了当时 我也是有点发懵 对 我就想说 基督徒的团体是否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你觉得是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还好就是如果说一个餐厅拒绝我 在那边吃饭的话那我就不要在那边吃饭 因为我觉得就像中文不是说有钱的就是大爷吗 对不对 那钱在你手上的时候钱就是钱 你可以选择你去其他地方消费 你可以选择去支持你的想法的地方的消费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消费 对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就是科罗拉多州有一个蛋糕师傅 做对这个这个很有名啊在18年的时候吧 对啊做蛋糕被人告了 对那些LGBTQ的人做的方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帮我同性恋的婚礼做一个蛋糕 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可能 你可以说全科罗拉多州你找不到一家同性恋开的蛋糕店 或者是愿意为同性恋做蛋糕蛋糕店就你人家都说了 我是基督徒我不愿意做这个蛋糕 对那你就换一家蛋糕店去买就好了 对那我觉得基督徒并没有被不公平的对待 而且我们还觉得说你明明知道你是个基督徒的这个机构 你干嘛还要去那个样子的地方吃饭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是一个好事 因为哪怕大家以前不知道这家电视支持LGBTQ 你现在知道了 对我相信知道了之后那很多基督徒还有保守派的人 就会选择说我不去这家饭店消费 因为他支持的理念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希望把我的金钱送给他 就为什么我要给他去支持他的想法 对就像那种什么 我们昨天有一个留言就是我的那个影片 他就讲说那如果说你支持猎物行动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不要宗教自由之类的 那我当下当然就是在讲说 因为Balenciaga传达出来就是他们在搞小孩 然后熊还有小孩色情片那个东西 那个法案他就是把他跟小孩放在一起 那你就知道说他就是在犯罪了 在鼓吹色情片这东西他就是在犯罪了 而且是儿童色情片 对那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是应该要讨伐 不是说只因为他跟我的信念不同 跟我的理想不同 跟我的信仰不同 而去讨伐人家 你跟我的信仰不同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跟我妈信仰不同 她不相信基督教 她没信仰 对她没信仰 那我就不能拿我的价值观 直接的跟她这样子来去沟通 而是我要把我自己做好 试图让她改变 我觉得信仰之间的话你都是互相影响的 那你如果是一个好基督徒的话 你就不会被那样子的东西影响 所以说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地方没有被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基督徒本来就不应该去支持那样子的企业 现在很多基督徒还是看Netflix 然后呢每个月付9块钱给Netflix 9块钱给Disney Plus 然后多少钱给那个什么YouTube什么东西的东西 给了这么多钱给这个Entertainment 然后呢说AI News我们的事工很缺钱 我们的薪水都付不出来了 可不可以给我们9块钱 给我们12块钱 给我们5块钱就好 没有人要去做 因为他们想要那个样子的服务 然后呢看了之后就说啊 怎么QT啊怎么还在上面 上面又有链铜屁啊 上面又有铜信链啊 Netflix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你没有支持保守派的企业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说别人不愿意serve你的话 你就去其他餐店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也保护宗教自由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这些人他们信仰的就是LGBTQ 那你就走开 就不要去那里吃饭就好 然后你能够做的就是告诉别人说 这家饭店他们在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要是不认同他的这个想法 那请不要去那里用餐 就是这个样子 那在这个时候呢 又讨论到一个方面 就是说饭店这样做是否合法 对吧 因为我们去饭店里面吃饭的时候 很多你会看饭店上面贴一个牌子 或者贴一张纸 就说我们有权拒绝 就是任何人在我们这里用餐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权利 你这样一听也对啊 对吧 就是我开店 我当然可以拒绝说 我就看这个人 比如说他好像要有暴力倾向或者怎么样 我就说不好意思请你出去 我们店里不接受你这样的客人 或者等等等等方式 好像我作为一个店的老板 我的确应该有这样的权利 去行使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拒绝任何人在我们这里用餐 但是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件事 这个合法不合法这个事呢 涉及两个东西 一个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还有一个联邦的反歧视法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说 我认为你不在我这吃饭 我就可以请你出去嘛 对 但是呢这个联邦的反歧视法 是怎么说呢 联邦反歧视法里面 规定说你这个企业啊 在营业的时候 你不可以因为很多的理由 去拒绝别人 那其中一条就是 你不可以因为宗教的原因 去拒绝服务别人 也就是说 再回到这个新闻里面 LGBTQ拒绝这样一个团体 是因为他们是基督教信仰的团体嘛 那你说你可不可以拒绝他们 那如果你要是按照联邦反歧视法的话 其实你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去拒绝服务别人 但是呢这样又跟 宪法第一修正案又有冲撞 对吧 宪法第一修正案就说 我可以保护我的宗教自由 就是我信仰的LGBTQ 这个人违反了我的宗教自由 就像那个蛋糕师傅一样 对吧 就是有人非得来 让我给同性恋做一个蛋糕 那我信仰的教义 就是我不支持这个东西 我也不给你做 那我不服务你 这事到底行还是不行 所以这是一个 让我看完了感觉非常confused 就是好像法律在打架的一个东乡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一个基督徒 比如说咱俩好了 开了一个饭店 一伙撒旦教徒来定位子 要来团建 比如说来二十来个 说我们那个盯你们的饭店 我们那个下午五点到七点 我们有二十个人要在这里吃饭 那一去查发现他们是一伙撒旦教徒 那这样的话 基督徒是否有权拒绝他们在这里用餐 如果你按照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说的话 你可以啊 就像那个大高师傅一样 对吧 因为我的宗教不允许啊 我不愿意毁坏我这里的属灵空气 我也不愿意接待撒旦的教徒 对吧 那如果你要是按照这个联邦反歧视法的话 那基督徒就不可以拒绝人家 因为你不能因为宗教的原因 去拒绝这些撒旦教徒用餐 你不能说因为他撒旦教徒 他跟我这个信仰是冲撞的 所以我不接受他们在这里用餐 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两个法律这样互相的有冲突 那放在这个案子上面更是如此 那你如果说哪个法律大 那当然是宪法大 对吧 但是怎么会有一条法律又去跟宪法有直接的冲突 我觉得这个事还蛮奇怪的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美国很多立法委员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些立法委员常常做的 就是在把原本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对 过度的复杂化 例如像说宪法就是说 你有你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自由 你不可以侵犯别人的自由 那现在这些立法委员立出来的法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你必须要让这些人有特权 来去做这个样子的事情 对 例如像说就两家餐厅 你刚刚也用两家餐厅 一家餐厅说我可以抽烟 另外一家餐厅说我不可以抽烟 那你可以很讨厌抽烟的这间餐厅 然后你可以就是不去这间餐厅 但是你很邪恶 你就觉得说 我就是要让所有的餐厅都不能抽烟 因为抽烟对身体不好 你可能有很好的各式各样的理由 然后会影响别人 然后别人吸了二手烟会导致癌症 然后你这种是不公平的待遇等等 等等等等的理由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这样的话 我就是在逼着别人一定要服从我了 对不对 然后我这样说话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道义存在的 与其说我去附近那个地方说 哎呀你们不要再抽烟啦 耶稣爱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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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就决定用政府的力量立一个法说 从今天以后在这个一个餐厅方圆百里 公共场合方圆百里的话 都不行抽烟 然后呢进了这个法案 那这个东西只是 其实就只是打乱了一个自由市场而已 原本就是讲抽烟的人就去这间餐厅 不讲抽烟的人就去那间餐厅 两边都过得好好的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城市抽烟的人很多的话 那这间餐厅就大红大纸 如果这间城市抽烟的人很少 大家都讨厌抽烟的话 那这间抽烟的餐厅就自然会被淘汰掉 对因为没有人去 然后他就想说 哦那大家都不爱抽烟 那干脆我就关掉好了 对对对 基督徒还有右派 常常会觉得说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 就是跟左派一样 我们掌控了这个之后呢 然后我们要强制这个 强制那个 强制那个 而不是耶稣做的 耶稣是真的来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亲自的来跟你说 你要改变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你要变得更好 而是我们只想要 就是跟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用一个罗马的政府 强制的把耶稣定死 这样就好了 只要他们不听我的 他就是应该死 然后呢 我不想要负这个责任 我想要政府去负这个责任 那对我来讲 这就是同样的一个 scenario 对所以其实这种东西是 没有办法成功 你会看到把一个简单的事情 越弄越复杂 然后导致到现在 我在查了新闻 还有法律之后 我都有点懵圈 我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结果立了这么多 没有用的法 然后限制了自由市场 然后又限制了宗教的自由 所以很多时候 人的想法很单纯 你会想说 哪怕是右派掌权了之后 就说啊 我按照我的想法 立一大堆我们喜欢的法 这个世界就会越变越好 但是其实不是 真的就是你只要简简单单的 按照宪法给每一个人有自由的权利 你这样的社会才会自由运行的越来越好 然后基督徒还有基督教 这个才有可能在社会里面传的越来越好 在亚当史密斯写的国富论里面 他这个叫做隐形的手 就是有一个隐形的手 他会去控制这个市场 市场会怎么走 就是跟当地的道德观 还有当地的价值观 当地的需求而决定的 不是说你立一个法 你就可以改变每一次立法就会促成垄断 只要政府介入自由市场就一定会促成垄断 那宪法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有自由 然后反歧视法永远都是创造更多的歧视 永远都是我这一群人 我现在可以拿这个法律来歧视你 来压你 对不是我说的 是政府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什么谁谁谁说的 就像很多的人会用基督教去压别人 或者是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他自己被基督教压破 就是因为基督徒会说 不是我说的 是神说的 这就是如果说两边的价值观不同的话 就会促成的这种拉扯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影响别人 我们不要强迫别人去做任何事情 我们不要说什么 我们就是要立一个法 然后我们就是规定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serve那些LGBTQ的人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违反我们的自由的 就像很多的教会说 我们不想要有LGBTQ 我们不要帮同婚的人来去进行ceremony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的婚姻是属于神的 你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不应该要去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LGBTQ的人 就专门找那些教会去弄 对不对 有很多教会像什么 请Drag Queen Story Hour 你随便去一个路德会 他们每一个牧师 恨不得马上帮你证婚 但是他们就是一定要去找那种 保守派基督徒的公司 然后他们就一定要去找这种教会说 我们就是不会帮同性恋 就是除了一男一女婚姻之外的婚姻去证婚 然后他们就专门去找麻烦 故意就是找你这个地方去 对 这就是一个受害者心态的一个极端化 因为其实没有人在歧视他们 很少人真的就是我处心积虑 就是要你就是烂 你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说实话了 没有人真的在乎别人那么多 对 就是你在干什么真的不关我的事 对 你说我想给你传福音吗 我想给你传福音 你现在做的东西符合神创造地球 这样一个律法吗 不符合 对吧 但是我也没有权利说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然后因为你跟我不一样 所以我就恨你 没有这回事 对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看到 就是奇怪 好像没有太多的人在乎 就是没有人太多关注 所以说他们就一定要想办法 让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 我刻意去那个地方 然后说你再打压我 什么什么什么 那现在这个基督教团体 就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对 所以就是这要看到说 我们想要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保护 我们的宗教自由 那这种方式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就是我知道了 那作为基督徒对吧 听到其他的保守派基督徒群体 被一个LGBTQ的饭店拒之门外 让人感觉好生气啊 好难过啊 而且这个是非常难以接受 但是我们要明白 就是我们希望法律往哪个方向走 就是我们到底 稀不希望法律去保护宗教自由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权利得到保护啊 那我们就离那种东西远一点 对 就我们就去一个基督徒的饭店 对吧 你像很多我们在这边 也有一些基督徒开的饭店啊 那基督徒也经常会去给这些饭店捧场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良好的一个秩序 那撒旦教徒你就去你们 撒旦教友开的饭店的地方 你就去那里吃饭 你不要到这里来捣乱 对吧 就是你如果要是想维护你自己的自由的话 那这里就是有一个法律在这里 好 那这一个新闻呢 就到此告一段落啊 那我们还有其他另外一个新闻 其实这个新闻刚开始 我看到一个视频的时候 也是让我感觉非常震惊 这个新闻好巧 也是在弗吉尼亚州 是吗 对 那在弗吉尼亚州呢 最近有一间餐厅啊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大堆的警察 就说我要让你的餐厅关门 那很多这个新闻标题啊 包括这个视频的标题呢 就给人的感觉 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 这些警察来这儿没事找事 而是来这儿找茬 说这些警察来关店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店家 在两年前 没有遵守当地 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个政策 所以呢 他们两年之后 现在又回来 因为当年的事 去给他找茬 尽管现在的封锁已经取消了 然后还是回去让他关店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这个当事的店主 在警察来到店内 关店的时候拍下的视频 how do you feel about coming to shut a man's business down for not following covid mandates that are unconstitutional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how you feel about that sir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 huh just doing your job just doing your job that's what they said in germany too man they're just doing their job you're not here to discuss whether or not they're unconstitutional you're just here to do your job right so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 man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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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in here every one of you man what's going on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the reason that we're in the situation we're in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re part of the problem sir i need to stop what this is my restaurant man i need to stop what what is this line right here what is this line right here though why is it this line that i can't go past you know what you sound like you sound like the government you sound like the government that i'm fighting against because i said so what am i obstructing what am i obstructing i'm standing still i'm talking i have every right to talk it's called the first amendment it's called it's called the first amendment you're gonna take that away from me as well huh he just said he's gonna arrest me i want to know for what on what grounds on what grounds are you gonna arrest me yeah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警察态度很差啊对不对对而且这老板说的还挺好对啊这老板一直在说宪法宪法什么什么的然后你觉得这样对不对那就是感觉那些警察好像就无言以对在那里好像又有好像有一点思考有点羞愧之类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其中那个警察就是在那边跟他嗆瞎了就是想说哎我现在就要把你抓起来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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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是有点过分因为那老板好像没做错什么事情老板只是问他啊 就说为什么为什么对啊我觉得现在美国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们呃不太特别是保守派我们不太知道支持警察还是要反对警察这件事情因为警察的确有在做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但是警察对我们来讲又很必要但真正发生的事情像打砸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警察反而是在旁边保护那些打砸抢的人然后让他们继续好好的打砸抢然后叫我们不要出来如果说今天一堆人拿着 枪去说说我要保护我家的话警察就把我抓起来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讲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想比如说你作为警察你在入职的时候你是不是说我要听命令我要执行命令对吧那基本上来讲你工作的职责就是上面发布什么命令你就要怎么遵守那他们去现场执法的时候他们也都有戴那个耳机嘛就你像说暴动的时候他们会随时听到那个commander讲什么东西他们就去怎么执行比如说你们现场执法的时候他们也都有戴那个耳机嘛就像说暴动的时候他们会随时听到那个commander讲什么东西他们就去怎么执行 现在要丢个烟雾弹那他们就会丢烟雾弹然后你们会干嘛干嘛所以其实他们做的这些东西是别人告诉他要去怎么做那包括像今天这些警察来到店里去封这个店他们或许不知道发生什么但上面就说你们今天这个小组出警你们去封那家店然后他们就去那很多时候呢这种行为或者是commander是上面的行为他是违反了法律违反了宪法的但是有可能是在执行的这些人不知道 还有可能是他们哪怕是知道但他们为了保住工作为了保住饭碗于是他们选择这样做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像那个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汉奸对吧就是他们为了当时的生计他们就说哎我要不然我看这个日本迎面大呀要不就哎三妈我可不可以到你那边做一个什么职务我会讲中国话我来帮助你对吧很多的时候你很难保证每一个警察都是好人了 或者是他们真的是完全为了正义然后是真的在正义面前随时随地都敢讲真话我觉得这很难保证所以就是针对这种事情到底要怎么看我觉得就是一堆警察里面肯定有好警察也有坏警察都会有因为人性都是软弱的并不是说因为这人他的职业是警察他就比我们刚强一些我觉得真的不一定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爱主的基督徒真正勇敢的基督徒的话我觉得他的思想 还有行为可以随时随地的被他上面的领导给扭转就是他会觉得说领导说的就是对的因为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基本价值观在引导他我觉得可以讨论的东西是警察有没有权利去调查调查对就调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如果说全部听上面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了那当下发生什么事情真的不知道对那警察有没有 权利应该要去了解事情的之后再去执行法律那像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你就看到那些警察真的就是很无奈站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好像通过这个看来好像他们没有就我不知道是有没有权利但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也是没有时间你要比如说你上班可能早上吃饱饭去上班说上班好了那个八点半对你们现在马上出镜去抓人对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我们改天找那个Burton Brink来问问他对我们 那可以真的的确是我们可以来问一下警察就说警察有没有权利去say no to他的commander对因为其实在这种权力的压制下面你有可能比如说你要是对你上级领导说不或者怎么样你是会被拎出来单独批斗的你看你这小的不是不顺服吗我给你一点颜色巧巧其实是有的像说那个Colorado之前就有一个那个magazine ban就是说什么你的如果说你的弹夹超过三十 三十发的话然后呢警察就要来把你抓走然后那边的那个当地那个警局直接出来发记者会就说我现在把这个三十发的这个magazine拿给你一个记者现在你就是felony你就完蛋了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因为你手持着这样的话是完全违反宪法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警察局拒绝执行Colorado州的州议会给出来这个法案所以说警察是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个样的事情的 就是如果说违背宪法的法律存在的话警察是有义务因为他在宣示的时候去说这种法律我拒不执行对所以说警察局长都有这样的权利了那为什么警察没有比如说你知道吗像你刚才讲那个例子里面或许是在他们警察局里面大环境大家都同意这种说法所以他们敢这样你想如果要是大环境都同意州长说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说这个宪法不符 你看有没有人理他你看这个人敢不敢开记者会我觉得这记者会肯定是开不成搞不好他也后来也就默认了也就不敢说了这就像就像很就像我们之前讲过那个科学实验一样就是如果说有人给你权利去做坏事的话你就是会做到一个极端然后而且你还不用负责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这就是人心警察也是这个样子是那所以呢我们刚才讨论了很多警察的 但其实这个并不是这一个新闻的重点那既然我们刚才讨论了我觉得这也很好在我继续了解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很惊人的一点就其实这些警察为什么去把他店给关掉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家店主在没有销售酒精许可的这个许可证的情况下他卖酒了OK对然后有可能是被人举报 反正就是不知道怎么警察就知道了然后所以来封他的店那这个事说来呢也是挺奇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店主在两年前他们整个州开始实行这个疫情管控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说所有像你这种开店的你这种服务大家的哈你们里面的员工店内员工必须要戴口罩而且你们店里必须要画出来说人跟人之前不是有那个有那个安全距离对安全距离嘛他说那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员工戴口罩设置安全距离然后你要贴那种东西告诉大家每个人不能离太近安全距离那这个店家呢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你这违反宪法呀所以当时在两年前他开饭店人家有这个命令下来的时候他根本他就没执行他也不遵守因为他说你这个东西是违反宪法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嗯他说的没错的确对但是果不其然这招来什么呢政府的人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调调你健康执照 健康许可证因为你不同意嘛这是CDC健康部门发布的嘛那你不同意我们这个东西我就把你这个吊销那同时吊销这个健康执照的时候一并吊销的就有这个酒精的这个许可证就酒盘同时把这两个全取消了因为他没有听政府的说你要戴口罩你要花近安全距离那这个事之后呢这个老板他就不干了对吧就说你们违反宪法然后你还非得让我听你们的你还把我这个都吊销了吊销了我怎么也 他就关门了就没法营业了他说我家里有四个孩子呀我不营业我吃什么我喝什么于是他就开始打官司他又开始跟这个政府打官司然后打打打打打到法院到了法院之后法官一审理这个案件法官说这个老板说的对于是呢就按照这个老板的方式就判他赢了那判他赢了之后呢这个健康许可证就给他拿回来了对他就可以开门营业了对但是当时跟这个健康许可证一并吊销的那个酒精的 饮料的那个许可证就没有交还给他就只给了他这个健康许可证也就是说他是可以开门营业正常卖饭但是他没有酒精这个许可证他就不能卖酒那于是呢他又找到酒精许可证这个部门就说你得给我呀这个案子法官都派我赢了当时你们一起吊销的你现在应该把这个给我拿回来酒精许可证说关我们什么事啊就是当时说一起吊销了并不代表我就一起给你呀 你现在有了健康许可证了他说我们这就再扣你再扣你半个月还是多长时间的然后说你还要交一些罚款这老板就不干了这老板说啊你这不是故意搞我吗对他就开始我他不管你呢你给我证了所以他营业的时候他就一并就开始卖酒哦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好复杂对是有一点复杂的 所以这个故事到最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对这个事怎么看就是这个老板这种反抗方式啊他其实是对这些人有一个反抗的这个行为那这个反抗方式你认为是否正确然后在没有酒精许可证呢这个前提啊虽然它是被呃不合宪法的规矩给吊销的那么他在没有这个证件的情况下还继续卖这个酒精的饮料你觉得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我觉得啊很复杂 对真的很复杂因为首先就是大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个错误的承担责任应该要往后推一直往后推一直往后推嘛然后首先是这个这个现在被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老板没有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但是这个老板没有怎样是因为政府没有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最后查的话就是查到最后CDC那个要什么发布的这个东西那首先政府规定你的门口那些东西要摆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 就是违背宪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政府没有权利去做这样我开一间店我要怎样去做其实就是应该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是现在的政府的确就是有这样子的权利就像你说你要改个东西你家里里面你要加个厕所你就要跟City去申请说然后人家还必须得同意你还要把图纸给人家看可麻烦了对 然后你还要请个建筑师来画画了之后呢你要再去D然后呢电工要一个水工要一个什么各式各样很糟糕的东西这都是为什么这东西会存在就是因为大公司想要垄断然后呢让小的小平民百姓没办法创业因为创业太麻烦要经过太多paperwork了他们要垄断的方式拒绝自由市场的方式 就是透过政府来压迫然后来给更多的规定让年轻的人没办法创业所以说我一开始就是反对各式各样这样的规定但是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样子好啊像你如果是建筑师你如果设计师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政府这样做是在保护人的安全啊这样子的话你进去每一间房子你都可以安心的住进去你开每一间店你都可以安心的在里面吃饭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大家安全 但是对我来说啦还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问题就像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台湾有很多地方你一看就是就是很不合理的一些餐厅的那个地方像说阿中面线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吧你听过吗我不是台湾人我不是吗我不知道那就是一个面线摊没有座位每一个人站着在那边吃饭啊我知道在中国这种地方叫什么叫苍蝇馆子 苍蝇馆子对就是形容那种就是很小很破的不是那种正规的饭店但是很多味道做得很好对所以他们生意很红火很多人排队去吃啊对然后你吃完了之后这个碗呢就丢在旁边一个地方然后看起来就是一堆脏兮兮的那个东西那你年轻人的话你如果说你的社会是允许这个样子创业方式的话你就可以开一间这个样子的餐厅然后呢只要你东西做的更好吃你就可以发扬光大之后开餐厅 股票上市都有可能如果说政府就是规定你说五个桌子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要有什么逃生口然后你的那个厨房面积一定要有多大对然后你水龙头一定要有几个还有一个水龙头常年都不能关要一直在那里开对什么什么的那这样你的一下开销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庞大就算你东西做的再好吃你也没办法创业然后每个人就可以过来告你所以说我觉得这样东西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对我来说 是政府的错但是最后政府也承认错误然后也把这个安全牌还给他了他当下有一个选择可以继续打官司我再告政府一次把我的酒牌合法的拿回来不然就是我就直接卖酒然后呢我就直接的这个违法当他一这样做的时候政府已经说对啰但是我在没有酒牌的情况下卖酒 这样子就给警察一个理由来去搞你了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吧我们都应该遵守的是法律和秩序那你要通过合法的方式把他们非法的行为指正出来而且要把你的东西拿回来如果你要说在没有酒牌的情况下去卖酒那这个很直接就是触犯了法律你把你的健康证拿来你可以说我现在就是营业卖吃的但是我们的酒现在不能卖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继续营业然后同时你又跟他们打着官司让政府再一次知道错了然后把你那个酒牌合法的方式拿回来甚至赔你钱对甚至会赔钱对就是你会说那我这么长时间我营业你们违反了宪法我营业人没有我交的那个房租然后我的那个酒也没卖我的食物也没卖所有这些损失加在一起你们要赔我多少钱他甚至可以打官司去弄这种事情而且我相信像他这种违反宪法的案子其实应该是有的律师 会不会收太多钱就会愿意给他打这样一个官司因为律师也会赚很多钱律师会赚很多钱而且同时还会出名因为维护了宪法或者是什么的所以其实他这个案子虽然碰到这种事情很闹心很糟心但是也不能够一气之下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反击敌人因为你这样的话就会被人抓到小尾巴人说你看你违反了吧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人是很小心 特别是政府那些人特别是政府只要有权利了之后他就是会想要搞你你如果在已经在跟政府对抗的情况下你之后你还没有去遵守法律的话政府一抓到你就是要搞你因为这样子爽我在执行法律啊这是我的权利啊他违法啊你要人随便可以在街上卖酒吗要酒派才可以卖酒啊我这是在帮助别人我在为民服务所以说你给的政府这样子的理由 去做这个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你在意气用事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样子的决定就是非常愚蠢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说把凯撒的归凯撒然后把神的给神我们就是有义务要去服从这个世界上面的法律但是我们要保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圣旨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圣经叫我们要做一个无可指摘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如果说变得有缺陷然后别人是可以来挑我们毛病的话 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当保守派的是很容易被攻击的而且被攻击的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是想要特别来攻击我们的就他今天在那个影片上面我觉得他讲的很好里面内容也很好你们就是在做一些违反宪法的事情但是他在讲这个话的同时他的确是犯了法所以说我觉得当一个基督徒当一个保守派我们就是有义务要去遵守现在的法律 然后我们要用合法的方式跟他们对抗 因为现在在美国的话你还是有道理可讲的因为你通过他之前可以打官司然后法官判他赢你就会知道宪法在美国然后在很多的地方还是有他的有效性所以你是明明知道可以通过法律然后来指出他们的不正义然后来让他们赔款来赔你所有失去的一切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犯触犯法律 然后来显示自己的公义其实你触犯法律并不能显示自己的公义了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也很多时候意气用事也并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欢迎这两个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呢或者你在中间看到了什么法律的问题或者是道德的问题有什么思考的东西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好的非常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菲利莎我是伊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